他原來是木偶劇團做畫畫的 跟我們語劇團有很大關係 畫畫舞台美術而已 他很奇怪 做了右派的時候 他說文化特朗普拿出來鬥 廖平兄 那些警衛戰士 你好交代 你這個大右派 你猜他怎樣 他帶著一個耳機 西德盡口的助聽器 他聽不到你這什麼 他聽不到 他聽不到 聽不到 那是 個個都怕他 這件事是西德盡口的 你又不會令他 令他沒得陪 他聽不到壞了 那回過去了 不用鬥了 回過去了 一翻就買牛欄 拎開他 看著他偷笑 我聽到的 這下就是漫畫家 所以沒有人敢鬥他 一鬥他就說 我聽不到 所以有個血頭語 叫借了廖平兄姐義 即是不聽你的嘴 他根本不聽你的 這些都是真人真事 趣聞日事來的 粵劇傳統 欺語欺人 今天又講到這裏了 下次再和你再見 拜拜